大家好啊 我們現在在中山國小站的4號出口這裡 今天我們要去一間發現輕旅 他在地圖上面看起來的話 走路只要三分鐘就到了 所以從 中山國小4號出口這裡走過去 就直線往前走 就會到了 所以我們就先帶大家過去看一下 捷運站出來這裡 也有腳踏車可以租借 因為現在腳踏車都沒有了 所以就用走的啦反正也還蠻近的 只是說如果住那間輕旅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要拉著你的行李走一段路這樣 那是因為還好現在晚上沒下雨啦 因為今天台北 好像才下過鮑魚而已 那住這一間發現輕旅呢 他樓下附近也有蠻多可以吃的餐廳啦 便利商店也有所以說 算是還蠻方便的 就像左手邊這裡呢 有一間天外天 麻辣火鍋 他大概位於 行天宮站呢 跟這個中山國小站的中間 所以我是覺得 中山國小這邊走過來會比較近一點 左邊這邊也有吃到飽的餐廳 這邊也有這個 小漁村 在賣一些粥跟炒麵這樣 便利商店的話呢 就是在對面有小漆 所以呢我們就是住在前面的這一棟 他的樓上有一個台北發現青年旅社 所以等一下找一下門口在哪裡 左手邊這邊看起來好像是門口 他的旁邊呢 也有7 然後對面也有餐廳 算是真的還蠻方便的 因為這邊是5樓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搭電梯上去 5樓 電梯上樓 那我們今天住的就是這個 上下鋪的床位 就是一人一格這樣 所以沒有提供雙人或單人的套房 開門中 在左手邊 前台在這裡 我有訂房的 有來過的嗎 沒來過 沒有來過 好 這邊有入住續資 等一下可以先到 好 感應卡 早上10點 晚上10點 我問一下那個如果洗澡的話 那個 是不是在這邊租那個浴巾對不對 對我們因為我們是 發包雨店然後沒有主動提供 但如果你要租的話是 小條30大條50 那我要大條的 好 所以他50塊是現金嗎 對 那我們今天一個晚上 非常多在網上做過付款的 然後帶您上去房間 我們6樓請 好 這邊請 我們櫃檯10點才看 10點請退房 房卡幫我們對這邊 放進去就好了啦 對對對 我今天就是 掛在那個衣架那邊 好像有兩個衣架 房間在6樓 601 601 我們的教育廳在7樓 教育廳在7樓 等於要走樓梯上去對不對 照那個也都是在6樓 在6樓 對 這邊 放換一下 好謝謝 那我們櫃檯就是 金金位到12點 忘記在台就是 12點照沒有人 你幫我把它立起來 要立起來 對對 謝謝 然後可以反送 拖鞋放對 拖鞋放哪裡 對 好 這邊是淋浴間跟廁所 對 然後洗衣枝 放空乾 這樣 上面嗎 下面這個 房卡幫你插 房卡插下去 好 虛擬插卡 再能開單跟通電 那你要自己鋪床 好 臉背啊 床單整套套 好好好 那我再來鋪一下 就是 虛擬對箭桃往上 對 然後你調你要的好碼 好 好 好 鐵網去轉到左邊 這樣 它就鎖起來了 對 把它拖插 所以你每次轉售 它會把這個號碼 當成一個密碼 因為轉售要小心 不要碰到 因為它可能 你現在是100 因為轉到就是 你轉售碰到 可能它拖到什麼 對 所以要小心這樣 不要讓它碰到 喔 好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我們就先來 鋪一下我們的床單被套這樣 因為隔壁床位正好有人 所以我就不方便講話 畢竟空間非常安靜 枕頭套跟床單就自己來 床位裡面有兩個衣架 有很大片的鏡子 也有兩個插座跟小燈可以使用 還有一個小小的通風口 拉臉拉起來 拉臉拉起來的空間就是這樣 所以塞得進去 發行 關起來 來 所以我們住的601 因為裡面有人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的大概拍一下這樣 然後剛剛我們的那個位置進去 就是 要自己換那個床單被套 出來之後 這裡也有這個客房住戶須知 所以可以稍微自己看一下這樣 601的這一間 然後進來之後呢 就是住後面的這個床位這裡 然後他這裡還有602 603跟605 這個床位看起來比較大 那這樣一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 廁所跟 浴室在這裡 那我們先去參觀一下這個廁所跟浴室好了 因為現在好像沒有人在洗澡 這邊要壓一下 那一進來呢 這邊有這個洗衣機 跟烘衣機 那洗衣機的話呢 就是要自己投幣 一次是 脫水10塊 然後洗衣加脫水是50 空間看起來蠻大的 然後這裡有洗衣粉 空間的話也是50塊 它的空間都還蠻大的 好這裡有洗衣粉 左邊呢 這個就是廁所 看一下廁所 廁所也是免治馬桶 然後還蠻乾淨的 100分 那如果刷牙洗臉的話呢 最少有6個 所以 應該是不用什麼排隊 這邊就是洗澡的 洗澡的話呢 也是蠻乾淨的 然後衣服呢 就是放在上面這裡 也有提供沐浴乳跟 洗髮乳 因為它這個有對外窗戶 所以基本上通風的話呢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這邊是沒有冷氣 所以說會比較悶熱一點 那這裡呢就是可以放自己的一些用品 衛生紙這裡也有 然後也有垃圾桶 這看起來 還不錯呢 因為它至少還有一間這麼大間的 另外一間這種浴室 所以呢 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那因為我剛剛沒有開燈 所以感覺比較暗一點 現在開燈之後呢 就比較明亮一點 它這裡也有這個 價格表 所以我們剛剛的話呢 是租這個 大毛巾50塊 然後洗衣粉10塊 洗衣機 烘衣機 是50塊 這樣 所以 可以自己準備啦 那我們再去參觀一下外面吧 鞋子外面這裡呢 可以上網 它這裡有一個 就是小小的空間 就至少有一個椅子可以坐這樣 你也可以在這裡呢 上網 就是你可以把東西 放在這裡 可是這個空間比較小 應該電腦放不下去 然後這邊也有提供插座的 因為這個是在門口進來的位置 我們到樓上去看一下 然後開門在這裡 所以它這裡有提供 專門的是 女生的一層 然後 混合的一層 開門 那我們就往前直走 出來之後呢 這裡也有 這個垃圾分類 這個樓梯可以上樓 這個有個很大的露台 右邊這邊呢 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樓下的夜景 就還蠻方便的啦 就是便利商店樓下走過去就到了 那剛剛 左下角前面那個就是我們剛走進來對面的餐廳 這邊 這就是台北市的夜景 對面就是公共空間 所以我們再繼續往前走 等一下應該是可以來這邊試一下那個 網路的速度快不快這樣 用一下感應 這邊的布置還蠻多的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就是 他們這個也是潛水愛好者 所創辦這一間的 所以他們這裡有蠻多都是 關於這個潛水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這個好特別 我這東西還蠻多的 我這東西還蠻多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八台可以用 我看到這個復古電話 這個是以前的復古電話 然後這裡也有冰箱 然後這裡也有冰箱 然後飲水機 這邊也有咖啡機 咖啡機就是一次二十塊 然後洗好之後就把碗放在裡面這樣 因為這個公共空間有人 所以說我們講話就沒有辦法太大聲這樣 所以說我們講話就沒有辦法太大聲這樣 就是還蠻舒服的 至少還有沙發這樣 這邊也有蠻多書可以看的 這邊也有蠻多書可以看的 這邊還有國小的座位 就是國小的座位 國小座的座椅 這還蠻可愛的 然後這邊還有電腦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空間 走過來看一下 這個戶外的空間感覺還滿可以的 就是可以坐在那邊 只是說因為這邊沒有雨遮 所以如果下雨的話就會淋到雨 但至少頂樓有一個這樣的空間是還滿舒服的 下面就是明泉東路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招牌 它的對面也有一間小七 所以還滿方便的 那如果行天宮的話就是往左邊那裡一直走就會到了 前面這邊比較吵一點 後面比較安靜 可以坐在這裡然後晚上喝一杯真的還滿舒服的 只是說這邊沒有冷氣會比較熱一點而已 但至少前面那邊有放一個煙灰缸 應該是有一些人會來這邊稍微抽一下煙 還不錯吧外面還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那裡面的話就比較涼快一點 裡面就有放冷氣 但是因為裡面有人 所以就不太方便拍到這樣 所以上面的公共空間就是簡單的就是這樣拍完了 然後晚一點有空的話會再坐在這邊上網 來測試一下網路的速度 然後公共空間也有電視可以看 我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現在剛剛有人 所以就不好意思拍這樣 然後我們就先來洗個澡吧 因為實在太熱了 滿身汗 然後剛剛洗了一下 水的話呢就是會比較小一點這樣 就慢慢洗還好啦 所以覺得還可以接受 就會比較小啦 然後洗澡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架子比較低 所以還滿容易噴到的啦 以我這個這麼矮的身高來講的話 可能水如果洗太大的話 就真的會噴到上面的衣服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比較貼心 所以水就會比較小一點這樣 就是怕你會把上面的衣服給噴濕這樣 所以就慢慢洗 吹風機的話呢 我剛剛找了一下 它就在這個抽屜裡面 這邊有吹風機 打開就這樣 還不錯 還可以啦 小鋼泡 吹好之後再放回去這樣 那我剛剛連了一下後面這一台 它的電腦的話 它跑起來的話呢 就是會稍微慢一點啦 我不知道是網路的問題 還是這個電腦的問題 它需要跑一下 然後我就換我的iPad 來連它的網路 我就發現奇怪的連不上去 剛剛連了603連不上 現在還換連 連這個meeting也連不上去 所以我換連這個503看看 它這個本來有顯示連上去 可是後來上面都沒有WiFi的訊號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它 是要連哪一個網路 就是連不上無緣啦 結果連上去之後 要等滿久 它才會出現這個網路 它網路連上去之後 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到現在這個 首頁還沒跳出來 這個像不像是以前那種 播接有沒有 我們連上去打電話完之後 登登登登登登 然後它開始開始 會出現那種尖叫聲那種 然後就開始連上去的時候呢 那個數據機的時代的時候 那個Modem在用的時候 就是像這種速度一樣 它那個照片呢 就不會全部跑出來 就只會跑一半 這樣有時候會卡住 就非常的像這樣 應該是跑不快吧 那我這個短片的話呢 都開了之後就卡住 所以說它的網路的話 速度是 連這個影片呢 都沒有辦法跑得很快這樣 但至少可以用啦 但是就是跑不快而已 像我現在連那個Modem有沒有 Modem的時代一樣 有沒有像現在是 因為它還在跑 它慢慢下載 所以它就會有那個lag lag這樣 好啦 其實我們實驗完之後 就是網路速度比較慢 所以你可以連自己的手機 就比較不會那麼慢這樣 這個就是白天透光的程度 這個就是白天透光的程度 就是還是會覺得蠻亮的 還是會覺得蠻亮的 看一下 早上來看樓上的露台 白天拍的話會比較明顯一點 現在可以聽到那個鴿子的聲音 今天天氣算不錯 直接可以看到那個前面的山 然後前面就是我們的公共空間 現在白天的話就是沒有人 也沒有開燈了 所以就先拍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昨天晚上來的時候就是 這邊剛好有坐人 所以就比較不好拍 這邊也有這個像沙發一樣 所以坐起來就還蠻舒服的 前面有一個蠻大的電視可以看 另外這邊也有一個空間可以坐 這邊也有一台電視 前面就是有一個蠻大的露台 所以白天拍起來的樣子 跟晚上看似不太一樣 但是這樣的空間就是還蠻舒服的 那中間呢這個有一個燈塔的造型 好啦 參觀完了 現在早上六點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是走在那個 明泉東路二段這裡 就是剛剛從我們的青旅走出來 那往這一條一直走下去呢 等一下就會走到行天宮 那行天宮呢它基本上是 四點就已經開門了 網路上是這樣寫啦 但是我從來沒有在四點來過 所以呢 就想說現在六點了 我們就走過去行天宮了 然後拍給大家看一下這樣 那前面就是行天宮 所以走過來的話呢 差不多五分鐘左右吧 就可以走到行天宮 然後這個是行天宮要進去的這個門 感覺哇 像老人家一樣 跟大家一大早呢 就來這個行天宮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行天宮的大門 它晚上的時候比較漂亮 晚上的時候就是 上面會有那個燈啦 所以看起來比較有那個Fu這樣 白天的話呢 因為它沒有那個燈 所以就 看起來就是這樣 但是也蠻好看的 因為現在是背光嘛 所以說 就比較暗 我們來拍一下正門口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行天宮的正門口 它基本上就是 會從左右兩邊的門進去 正門口呢 可能要有一些 重大的典禮的時候 他們才會開門吧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看過正門打開過 所以 我來的時候都是 只有旁邊有開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拍給大家看這樣 然後裡面呢 這一些都是 師姐在這邊念經啦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有這個時間表 那因為行天宮呢 它已經很久沒有點香了 所以說 大家就這樣 來這邊呢 就是 沒有那個香的味道 然後呢 大家就在前面這裡呢 就是直接 拜拜這樣 那前面呢 有那個 植杯 所以你如果有想問的事情的話呢 你就可以自己 來拿這個杯這樣 它的杯的話呢 也就是在前面這裡 會有這個 塑膠杯在這裡 中庭的上面啊 這邊都會有這個畫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官聖帝君 風和掛印 正前方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 官聖帝君 還有其他的神尊這樣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網路上面查得到 因為行天宮 他的網路上面就會有這些 神尊的名字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 周昌將軍 因為現在時間太早了 所以非常的安靜 晚一點的時候 人多的時候呢 就是 自備的聲音 比較大聲一點 那這個就是 官屏太子 然後如果累了的話呢 就是可以在 走廊這邊的椅子呢 就是 稍微坐一下這樣 這邊就是會有一些 時間呢 就是幫大家收緊 所以時間到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牌子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個時間 就是參考一下 網路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啦 但是它那個 時間呢 就是你還是要看一下網路的時間 因為有可能當天 會有什麼樣的時段 就是會停止收緊 這樣那個網路上面會有寫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你如果想要 收緊的話 就可以來這裡 當然這個是免費的啦 所以說呢 就是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這就是非常安靜的 行天公 那我們走到後面這裡來 這邊有這個 小橋流水 還有養這個魚啊 它再往後走的話呢 這個門口 就直接走到最後面這樣 後面就是這樣 後面就是這樣 所以很簡單的呢 就是 把整個行天公呢 就是 走完了一圈 另外一邊走過來的話呢 它這邊呢 也是有這個 養這個魚在這裡 然後你也可以來 行天公這邊 求籤啦 你求完的籤之後呢 它的另外一側呢 這邊呢就會 有一些 師兄師姐呢 在這邊呢 幫大家解籤這樣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 這個資訊 還有這個 書可以看 孩子讀好書啊 讀好書 說好話 行好事 做好人 口出惡言 可毀人 口出善言 可渡人 所以說呢 就是 還是 口出善言 會稍微好一點 這邊就是解籤的地方 它這邊有一些 乘車的資訊 所以 行天公這邊做車的話呢 也是算非常的方便 那這邊也常常會有一些 國外的人啊 來行天公這邊拜拜這樣 所以如果 有空的話呢 有來台北市的話呢 也可以來行天公拜拜 這邊就是它的廁所 跟洗手間 出來的時候就是走這一種 轉轉的 這樣 轉出來 所以退房的時候 要把這個 拖鞋 放到那裡面去 它其實電梯上來這裡呢 都有提供一些 做車的資訊 所以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還有台北的觀光巴士 這邊也有時刻表 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可以看一下路線圖 然後去搭那個 台北的觀光巴士這樣 那我們要把卡片呢 緩到五樓去 那因為床單被套 我不知道要不要拆下來 我想說看到這邊好像也沒有自由寫 床單被套拆下來 所以我就沒有拆 五樓到了 五樓旁邊出來的一些資訊呢 這一些夜市的介紹 所以岩山觀光夜市 還有老河街夜市 這邊也有九份 這個應該是有一些人住完之後寫的一些便利貼 還蠻有趣的 還有小卡片 這邊也有 好有趣喔 所以住完之後也可以自己寫卡片這樣 前台在這邊 所以我們退房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卡片放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來的時候 它的前台 這個評分都還蠻高的 這個評分都還蠻高的 那前台呢 現在是打烊的時候 要等到它上班時間它才有開 那昨天沒有拍到 前台的右邊這邊也有一些 台北的地圖啊 跟一些這個觀光資訊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啦 我們要準備回去啦 所以就是這樣囉 退完房之後呢 我們就走到中山國小的捷運站 那就是大概稍微聊一下它的優點跟缺點啦 它的優點的話呢 就是其實交通算方便啦 因為就在兩個捷運站的中間嘛 那優點就是吃的東西就還蠻多的 所以你下樓就可以買到一些吃的這樣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缺點的話呢 我就覺得可能水壓的話 會稍微偏小一點點這樣 還有就是可能我住的床位的話呢 那它的玻璃呢 就是會有一些污垢這樣 我也不太確定 那個污垢是怎麼產生的 不知道是不是 住的人呢 就是每個人都喜歡摸一下那個玻璃 還是它的玻璃本來就是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 可能玻璃換成正常一點的話 我有比較一下其他床位啦 它那個玻璃是還蠻正常 可能我住的這個床位 它的玻璃呢 就是需要再修整一下這樣 那整體呢 它的公共空間呢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的公共空間呢 有蠻多收藏品 所以其實住它的公共空間的話 就可以看到一些以前沒有看過的收藏品這樣 整體我是覺得還蠻乾淨的啦 因為畢竟要弄一間情侶的話呢 需要花蠻多時間跟精力在上面 那當然有一些人會覺得 有窗戶好啊 或者是沒有窗戶比較好這樣 那這個就 只能個人的感受去判斷而已 因為畢竟 我們只是睡床位嘛 那床位的話呢 只要乾淨舒服 然後公共空間又不錯的話 基本上呢 我就覺得分數還蠻高的這樣 可能我的要求比較沒有那麼高啦 對 所以 這個就 大家自己去評估 但基本上呢 這一間呢 我也是還蠻推的啦 因為它的交通方便 而且吃得又方便這樣 好啦 我要準備坐捷運的就先這樣 對 對